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老友的追悼会之外 她鲜少现身 据媒体消息称 她的日常非常潇洒 热衷于户外运动的张飞 对重机 风帆 以及轻航机有着独特爱好 隐退的这四年时间里 张飞依旧爱玩这些户外运动 相比较于影幕前的大胡子 爆炸头 隐退后的她并没有改变形象 对是否付出 张飞也是给予了自己的态度 张飞在采访中坦言 自己并不一定会为了钞票选择付出 只要剧本够好 制作费足够 那么就可以 除了分享这四年时间里自己的兴趣爱好之外 张飞还公开自己多年的收藏 从曝光的画面中不难看出 张飞收藏了很多歌手的唱片 包括刘德华 邓丽君 艾维尔以及费玉清 所以娱乐圈中少有的多妻艺人 张飞不仅在主持界拥有很高的声望 在电影和剧集方面的成就也是不凡 家庭方面也是十分得意 可以说张飞是三姐弟之中 活得最真的一位 2020年 费玉清的姐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动态 原来她受一个信徒忽悠 稀里糊涂欠下了三千万 听说这件事后 费玉清在当天晚上就来到姐姐家 表示愿意养姐姐 就连张飞要帮她变卖掉珠宝首饰偿还债款 都被拒绝了 张飞被采访时曾说 在姐姐吸引后的40年里 她与费玉清为其偿还了近两亿的债务 但非真灵却不以为然地说 自己确实接受过张飞两亿的帮助 只不过一个是失忆 另一个是回忆罢了 曾经血浓于水的三姐弟 最后反目成仇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51年张飞出生于台湾 取名张燕明 而张飞是她进入娱乐圈才有的一名 在她出生前 家里还有个大她九个月的姐姐张燕琼 自有 姐姐的性格就非常泼辣火爆 两个弟弟受欺负的时候 她都会帮他们出头 15岁时 她就开始偷穿妈妈的旗袍 与男生约会 一次被张飞撞见 她立刻把头藏进男生怀里 但她依旧被张飞认出 为了隐瞒这件事 她送了一把吉他给张飞 之后被采访时 她笑着说 正是这把吉他 开启了张飞的从艺之路 费真灵16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歌厅助唱补贴家用 因为演出时 她穿着十分性感 所以也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 22岁时 她远赴日本发展 不久她就发行了五张个人专辑 渐渐展露头角 事业顺利的她也收获了爱情 此时最让她忧心的就是两个弟弟 大弟弟张飞 还靠着吹萨克斯谋生 小弟弟费玉清则是歌坛新人 无人知晓 看到弟弟们的境遇 费真灵决定离开日本 回到台湾 那时 恋情稳定的她 也快要结婚了 但是南方要求她婚后 要退出娱乐圈 在家相夫教子 为了弟弟的未来 她痛下决心选择分手 回到台湾后 费真灵将费玉清 引荐给刘家昌 没想到费玉清一开口 就征服了对方 看着没清目秀的费玉清 刘家昌决定让她走输情路线 当时金牌制作人周游 正在寻求一个合适的歌手 被一简媒配唱 费真灵知晓后 将弟弟推荐给周游 这才开启了费玉清的歌唱道路 之后 费真灵又将张飞 引荐给刘家昌 没成想这次 却遭到了拒绝 多年之后 已经成为主持界一哥的张飞 还曾在节目里提及此事 抱怨她当初为什么 连个机会都不给 没有走上音乐道路的张飞 之后却成了主持人 原来费真灵觉得弟弟 在主持方面很有天赋 便将她推荐给中世 最火主持人凤飞飞 让她在其身边历练 为了提高两个弟弟的知名度 费真灵无论参加任何节目 都会带上他们 不仅如此 她还跟中世签约六年 长州令人行这档音乐节目 可就算如此 张飞依旧是三个中 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那个 那是飞玉清凭借首张专辑 《我心生爱描》变得小有名气 1984年 她又凭借孟陀灵 荣获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奖 此时三姐弟里 只有张飞依旧默默无闻 因此三人参加节目时 她还被人戏称为小丑 但这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决心要闯出一番天地来 至此 她利用空闲时间 参演了天山一对宝 报告点狱长等一些喜剧影片 此时已退圈经商的费真灵 依然十分关注弟弟的近况 发现大帝的浮躁后 就劝导她 表示她出道时间并不长 没有大红大紫很正常 但如果不能注重主持的发展 即便再给九年 也依然火不起来 经过姐姐的劝导后 张飞就一门心思地发展起 自己的主持事业 在弟弟都在忙于打拼的时候 费真灵却告诉他们 她决定去美国专修佛法 准备顿入空门 听闻此话 两个弟弟都大惊失色 他们都不明白 已经名利双收的姐姐 究竟是遭遇了什么 才令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那时她全然不顾父亲 以及两位弟弟的劝阻 在寺庙里开始吃斩念佛 与亲人的关系也是渐行渐远 1993年 张飞和飞玉清 一同担任龙兄虎弟的主持人 该节目已经播出 立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两兄弟也因此名声大噪 彼时张飞与吴宗宪 胡瓜 张小燕被誉为 综艺界的三王一后 一跃成为台湾综艺界的大哥大 1995年 王力宏凭借首张专辑 情敌贝多芬 正是踏入娱乐圈 在高层的安排下 王力宏也参加了这档节目 当时的他还是个19岁的青涩少年 参加节目时 他穿了一条牛仔裤以及白衬衫 怀里抱着吉他 看过他的资料后 张飞感叹道 他小小年纪数十不易 各种才艺也是样样精通 可没想到 接着他又这样评价王力宏 表面丝丝纹纹 内心却非常狂野 27年后 这段视频在王力宏与李济磊的风波 正其实被再度翻出 很多网友都精赞说 二十多年前 飞哥就将一切看得明明白白 出道16年 从事主持行业十年的张飞 主持功力早已经出神入化了 龙兄虎弟播出的两年里 他也凭此名声大噪 但跟飞玉清相比 还略逊一筹 飞玉清除了唱歌 讲段子也是个高手 很多网友称为色意双全 在短短几年的主持生涯里 飞玉清就被冠以皇帝的称号 并在主持界有了些许名气 后来 伊能静上节目时 也曾直言不讳地说 表示自己觉得张飞 是靠着弟弟混饭吃的 听完此话张飞 脸色极为难看 伊能静也是继续说道 以前大家都认为 飞玉清只会唱歌 现在才发现 他不仅会模仿 搞笑也不说你张飞 听完之后 张飞笑着说 飞玉清讲的笑话 电视台是没法播出的 虽然经常被质疑不如弟弟 但兄弟俩的感情 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在感情问题上 他曾为了弟弟 主动退出过 1975年 还没出道的张飞 就已经和妻子相识了 当时 他在七骑饰演唱 有天得知店里 来了两位韩国客人 张飞便演唱了一首《阿里郎》 就此结识了韩国姑娘赵翠花 不久两人便选择结婚 婚后生下两个儿子 之后妻子做起了全职主妇 张飞则负责赚钱养家 婚后的日子 虽然有了姐姐的帮助 但张飞依旧毫无名气 工作忙不顾家 带回来的工资 还没见长 于是妻子就向他提出了离婚 两个儿子跟随张飞一起生活 之后张飞提及 这段婚姻时说 自己是听父母的意见 才会选择他 虽然前妻并不是他的真爱 但是离婚后的两人 关系依然很好 有情有义的他 不仅在前妻生日时给他发红包 这日还买房赠予前妻 逢年过节 也会邀请他一起聚会 张飞的母亲过世时 前妻和前岳父 还一同来到台北 帮忙料理后事 看上去仍是一家人的模样 别看平时张飞大胆咧咧 但从旁人的态度上 足以见及人品 离婚后 他的花编新闻也是从未间断 张飞曾追求过王行之 但这段感情并未开花结果 后来惯又与王行之结婚 张飞还在两人大喜之日 包了两万红包的礼金 她在绯闻中 传得最久的是朱星林 据说两人交往长达13年之久 两人年龄也足足相差了23岁 每每张飞录制节目时 都会看到朱星林 在空闲时为其端茶倒水的身影 但真正待人寻味的 还是张飞 江飞和费玉清的感情 江飞在当时号称台语天后 在歌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经常做客兄弟俩主持的节目 每次她的出现 都令收视率狂涨 三人在节目中是默契的搭档 私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节目中兄弟俩经常上演 争夺江飞的戏码 不同于弟弟的矜持 张飞十分豪爽 她曾在节目中 当众跪地向江飞求婚 但被对方拒绝了 后来张飞还在节目中 要儿子帮其向江飞求婚 但均遭到了拒绝 原来江飞一直喜欢的是费玉清 这日还在节目中多次对其表白 参加别的节目时 她也说过 费玉清能给她想要的安全感 很可靠 可惜两人一直保持着 恋人未满的关系 他们的绯闻传的也是沸沸扬扬 但两人却毫不在意 依旧我行我素 2019年 费玉清举办告别演唱会时 江飞怕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未出席 但却送了热气球 上面写着 别丢下我 带着我 你最忠实的粉丝江飞 如今张飞已经70岁了 但三人之间的情感 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现在张飞依旧单身 但令她头疼困扰的 并不是婚姻问题 而是曾为其 亲近所有的姐姐 出家后 她修行还可以 但手却越来越大 费玉清举出家后 本是一心跟随师父修行 但不久后 她觉得十分枯燥 觉得修行也可以不受拘束 之后她就打破了 大众对修行的认知 出家的她 依然过着挥霍奢侈的生活 身上的袈裟 就高达200万 甚至还穿金带银 到香港礼佛完毕后 她带着女徒弟购物 上迪士尼游玩 生活过得极为奢靡 毫无清心寡欲的样子 参加节目的时候 她还嘲讽了 现在寺庙的修行方式 是倒退的修行 不仅如此 她还在节目中说起 令人震惊的话题 虽然她的言行极为不妥 但台湾知名艺人芳芳 在接受采访时 曾说在他们姐弟三人中 她最喜欢费真灵的直率 真诚 可费真灵挥金如土的生活 也是得益于 两位弟弟的资助 为了报答姐姐提携之恩 两位弟弟在她出家后 也是帮扶了几次 费玉清曾为其偿还 两千万的债务 张飞也曾为了 帮她还款连续工作15天 2020年 费真灵再次 欠下巨额债务 这下的另两个弟弟 再也忍不住了 在张飞看来 她自己是一个偏灰色的人 感觉快乐 并不需要架构 生活的笃定就好 这就是张飞的活法 虽然她的言行饱受争议 但她却活得非常潇洒快乐 而这正源于她敢于活出真我 世界那么大 活法千万种 不是迎合大众 才会真的成功 随着心意 做好自己便够了 现如今 张飞已经逐渐开始远离娱乐圈了 虽然她表示 有好的作品会再回来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 会是在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保持期待 综艺大哥大张飞在演艺圈地位高 与吴宗宪 胡瓜与张小燕被封为电视圈三王一后 然而她自2018年主持 综艺非常赞后 就淡出演艺圈至今 但不久前 却传出她离世的消息 甚至沈文成还惊呼张飞在天上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新鲜室 我是于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最先最报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又 1951年 张飞出生在台湾 取名张燕敏 而张飞是她进入娱乐圈才有的一名 在她出生前 家里还有个大她九个月的姐姐张燕琼 她正是日本七十年代时赫赫有名的燕心费真琳 自幼 姐姐的性格就非常泼辣伙棒 两个弟弟受欺负的时候 她都会帮他们出头 狠狠地教育那些同学 费真琳16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歌厅助唱贴补家用 因为演出时她穿着十分性感 所以也被称为东方玛丽联梦录 22岁时 她远赴日本发展 不久 她就发行了五张个人专辑 渐渐展露头角 事业顺利的她 也收获了爱情 此时最让她忧心的 就是两个弟弟 大弟弟张飞还靠着吹萨克斯谋生 小弟弟费玉清则是歌坛新人 无人知晓 看到弟弟们的境遇 费真琳决定离开日本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后 当时金牌制作人周游 正在寻求一个合适的歌手为 易简梅配唱 费真琳之小后 将弟弟费玉清推荐给周游 这才开启了费玉清的歌唱道路 之后 费真琳又将张飞引荐给刘家昌 却遭到了拒绝 多年之后 已经成为主持记忆歌的张飞 还曾在节目里提及此事 抱怨她当初 为什么连个机会都不给 没有走上音乐道路的张飞 之后却成了主持人 原来费真琳觉得张飞 在主持方面很有天赋 便将她推荐给中世最火主持人 凤飞飞 让她在其身边历练 为了提高两个弟弟的知名度 费真琳无论参加任何节目 她都会带上他们 不仅如此 她还跟中世签约六年 常驻 立人行 这档音乐节目 可就算如此 张飞依旧是三个中 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那个 那时 费玉清凭借首张专辑 《我心生爱描》 变得小有名气 1984年 她又凭借 孟陀灵荣获台湾金钟奖 最佳男歌手奖 此时三姐弟里 只有张飞依旧默默无闻 因此三人参加节目时 还被人戏称为妖姬费真琳 小丑张飞 圣人费玉清 因为长相张飞被人称为小丑 但这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决心要闯出一番天地来 至此 她利用空闲时间 参演了 天生一对宝 报告典狱长等一些喜剧影片 此时已退圈经商的费真琳 依然十分关注弟弟的近况 发现张飞的浮躁后 就劝导她说 你出道才九年 没有大红大紫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不能注重主持的发展 即便再给你九年 你依然火不起来 经过姐姐的劝导后 张飞就一门心思地 发展起自己的主持事业 1993年 张飞和费玉清一同担任 龙兄虎弟的主持人 该节目已经播出 立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两兄弟也因此名声大造 彼时张飞与吴宗宪、胡瓜 张小燕被誉为宗艺界的三王一后 一跃成为台湾综艺界的大哥大 出道十六年 从事主持行业十年的张飞 主持功力早已经出神入化了 龙虎兄弟播出的二年里 他也凭此名声大造 事业顺风顺水的他 感情之路却十分坎坷 1975年 还没出道的张飞就已经和妻子相识了 当时他在七骑市演唱 有天得知店里来了两位韩国客人 张飞便演唱了一首《阿里郎》 由此就结识了韩国姑娘赵翠花 不久两人便选择结婚 婚后生下两个儿子 之后妻子做起了全职主妇 张飞则负责赚钱养家 婚后的日子 虽然有了姐姐的帮助 但张飞依旧毫无名气 工作忙不顾家 带回来的工资还没渐长 于是妻子就向她提出了离婚 两个儿子跟随张飞一起生活 之后张飞提及这段婚姻时说 爸妈从小灌输我 娶媳要娶身体壮的 前妻符合所有要求 于是便和她结了婚 其实我是听父母的意见 才会选择她 虽然前妻并不是她的真爱 但是离婚后的二人关系 依然很好 有情有义的她 不仅在前妻生日时 给她发红包 甚至还买房赠与前妻 逢年过节也会邀请她一起聚会 张飞的母亲过世时 前妻和前岳父 还一同来到台北 帮助料理后事 看上去仍是一家人的模样 别看平时张飞大大咧咧 但从旁人的态度上 足以见其人品 离婚后 她的花边新闻也是从未间断 张飞曾追求过王行之 但这段感情并未开花结果 她的绯闻中传的最久的是朱星林 据说两人交往长达十三年之久 两人年龄也足足相差了二十三岁 但真正耐人寻味的 还是张飞 江慧和费玉卿的感情 江慧在当时号称台语天后 在歌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经常做客兄弟俩主持的节目 每次她的出现都令收视率狂涨 三人在节目中是默契的搭档 私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节目中 兄弟俩经常上演争夺江慧的戏码 不同于弟弟费玉卿的矜持 张飞十分豪爽 她曾在节目中当众跪地向江慧求婚 但被对方拒绝了 后来张飞还在节目中 要儿子帮其向江慧求婚 但均遭到了拒绝 原来江慧一直喜欢的是费玉卿 甚至还在节目中多次对其表白 可惜 两人一直保持着恋人未满的关系 如今张飞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三人之间的情感 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感情没有着落也就算了 不久前还惊传她过世了 据悉在一场告别式会场的追思照片中的一个人 从发型到穿着都貌似综艺天王张飞 还写上综艺大哥大 让路过看到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原来这是以模仿张飞走红的小张飞 宋武雄因心肺衰竭过世 生前她最爱的就是这张上 综艺大哥大 模仿张飞的照片 家人才会用来 送她最后一程 也希望张飞本人不要介意 让小张飞能风风光光地离开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不久前 沈文成出席演唱会彩排活动 突然与出京人地爆料老友张飞的近况在天上 引发现场媒体一阵惊呼 金曲台语歌王沈文成此前与潘岳云 黄大伟现身西洋金曲演唱会彩排 以唱西洋摇滚乐起家的沈文成 表示综艺天王张飞是她的知音 她说前几年我去上飞歌主持的节目 在节目上唱了Temple of the King Proud Marriage这两首歌 结果飞歌听完一直对我说很久没听到这些歌 太感动了 甚至录完影半夜还传讯息给我 跟我说她今天很开心 飞歌还说听到我唱这些歌 才让她感觉是活着的 其实沈文成与张飞相识多年 私底下兴趣也极为相似 除了爱听及爱唱西洋老歌 也爱钓鱼 爱其重鸡 沈文成被问起这次开唱是否会找张飞站台 更与出京人地表示 她在天上惊呆全场 沈文成见状更连忙解释我是说 她在坐飞机 她在忙 我晚上会传讯给她看样子又是一场乌龙 张飞近年来选择退居幕后 到处游山玩水 处于半退休状态 而她的弟弟费玉清也在2019年11月宣布封卖 兄弟俩接连退休 也让昔日粉丝相当关心兄弟俩现在的生活状态 张飞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2021年与吴山儒主持红海尾牙 当时张飞看起来依旧荣光焕发 她也罕见提到费玉清的近况 兄弟俩如今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在 让人听完相当羡慕 张飞表示 虽然费玉清已经退休 但身形状态仍维持非常完美 唯一可惜的是没有继续唱歌了 但张飞也认为 能看到弟弟现在这么舒适的生活 其实也很替她开心 回顾半退休后的生活 张飞自曝最大的收获就是几年前到花莲种芭蕉 张飞说我种的芭蕉树长出非常丰硕的果实 我每隔一两星期都要过去花莲寨 所以快要有将近一百斤的芭蕉了 随着年纪渐增 她也慢慢开始感受到属于大自然最淳朴的魅力 然而 由于芭蕉的热量很高 让当时已经胖了两三公斤的张飞直呼一天 不能吃太多 后来 因为太过频繁往返花莲 张飞更直接将户籍迁到当地 每次去都会至少待上一周 虽然不像费玉卿一样正式退出演艺圈 但张飞也学会在繁忙的生活中放慢步调 过着颐养天年 寒衣弄孙的快活日子 据悉 张飞的次子张绍怀与22岁的翁欣仪结婚几年了 小俩口遇有一个女儿小樱桃 不久前女方又顺利生下一个儿子 为张家在天金孙 让张飞笑得合不拢嘴 相当疼爱儿孙的她将会如何分配身家财产 也格外引起外界好奇 值得一提的是 张绍怀前阵子在南部拍摄陈玉勋导演的电影 健忘村 刚好那两天回来台北休息 她透过经纪人表示虽然忙乱 但很开心 直言小孩健康最重要 言辞中藏不住兴奋及喜悦之情 另一方面 张飞受访时相当开心 称赞张绍怀真有种 虽然平常话很少 但是生小孩却很厉害 她当上爸爸后不但更成熟 也更有责任感 接着透露在翁欣怀第二胎时 就已经送出一百万元的大红包 感谢二媳妇年纪清清就愿意帮忙传宗接代 表示现在人生感到很圆满 而她先前曾说要留十亿财产给儿孙 但她不愿意透露弟弟费玉清是否会将二十亿身家留给下一代 而姐姐费真灵目前专心修行 由她供养做善事 她也低调不想多谈金额 血缘关系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 它是我们与家人之间的纽带 也让家人成为我们最好的依靠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和家人的缘分 71岁综艺大哥大张飞过去主持风格幽默风趣 历经两度隐退 2018年二度复出主持综艺非常赞 但节目播出几个月后就停播 而张飞近年四处游山玩水 过住闲云野鹤生活 不过仍有不少粉丝期盼飞歌回归主持 张飞的姐姐自在禅教主横述法师 接受忠实新闻网访问 首度松口达成二关键飞歌付出机会大 横述表示 飞歌年轻时就很自在 对金钱不是很重视 他不羡慕人家有多少节目 人家是礼拜一做到礼拜天 飞歌是每周工作两天 摄影棚彩排一次 录影一次 其五天都在海边 现在退休没事就开清杭基 风帆祸其哈雷 张飞昔日在台湾综艺圈 和张小燕 吴宗宪和胡瓜有三王一后的称号 然而飞歌消失荧光幕多年 仍有大批粉丝引颈期盼他回归 横述法师不讳言地说 私下仍有不少制作人登门拜访 邀他付出主持节目 至于飞歌考虑关键原因为何 横述松口表示 应是节目内容 飞歌对节目品质很重视 即制作人跟他有没有姻缘 种种的考核 先前提到 使出两张王牌 有一和张飞合体主持 横述说 这不大可能 虽我还是有演艺人员色彩 这是我过去的习性 但叫我再跳下来主持综艺节目 我比较没兴趣 我喜欢做育教娱乐的节目 一个人自说自话 讲讲修行的甘苦谈 人间种种的奇遇及生活百态 红尘 这样的写照我有兴趣 再去插科打混 唱歌跳舞的话 我比较没兴趣 飞歌2000年4月首次宣布暂退演艺圈 两年后付出主持综艺大哥大 2011年9月节目收掉后再度隐退 5年前是他第三次回归平民身份 还把户籍迁到花莲兽风向 玩轻航机 风帆 骑重型机车 过筑闻野鹤的生活 今年则比较常待在北部 去年农历年前 飞歌维台市60周年台庆露脸拍影片 接受专访 提及付出可能性 他说 就是有一个好的 满意的剧本 主持费没关系 但是制作费不能少 这样的机会 有好的目标 是可以跟大家出来见面玩玩 飞歌好友蔡规先前透露 之前很常跟飞玉亲到花莲探望张飞 飞歌在花莲过很开心 平安 彼此偶尔会通电话 另外 飞歌儿子张少淮经纪人曾表示 飞歌每年过年都会和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像去年就和羽儿子 媳妇 孙子三代聚在一起围炉 共享天伦之乐 综艺大哥大张飞自2018年主持综艺非常赞 熄灯后就淡出演艺圈 过着闲云野鹤的悠闲生活 据张飞透露 他大概会每一到两个月便去花莲尝试清航机 剩余的时间就是做其他户外运动 相比较于荧幕前的大胡子 爆炸头 隐退后的他并没有改变形象 对于是否付出 张飞也是给予了自己的态度 张飞在采访中坦言 自己并不一定会为了钞票选择付出 但是只要剧本够好 制作费足够 那么就可以出山 虽然口头上这样说 但对于混迹娱乐圈多年的张飞而言 他并不缺这些钱 甚至他还通过自己这些年的努力 积累下了一笔不菲的财富 据传 张飞现在身家已经达到了10亿新台币 在孙女出生后 自己便封了100万红包给儿媳妇 三年后儿媳翁欣欣又顺利生下儿子 张飞再度送出100万红包为劳儿媳妇 张飞更是表示自己很感恩 儿媳妇年纪轻轻就愿意传宗接代 而张飞接受采访时也曾透露 会将自己的十亿财产全都留给自己颇为疼爱的孙子孙女 并且也会继续供养姐姐横竖法师做善事 使她能够专心修行 此话一出 网友们纷纷对张飞的儿媳 翁欣欣欣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表示翁欣欣欣的孩子真是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台湾广告模特 演员翁欣欣 在林俊杰的季的MV做女主角出道 她和张少怀在拍摄过程中相识 虽然他们有十几岁的年龄差距 但他们还是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 感情非常幸福 但因为当时她结婚时才二十岁 饱受网友争议 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为了钱才结婚的 1951年 张飞出生在台湾 取名张燕明 而张飞是她进入娱乐圈才有的一名 她的姐姐 张燕琼 正是赫赫有名的燕心沸真凌 还有一个弟弟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小哥沸玉青 15岁时 姐姐费真凌就开始偷穿妈妈的旗袍与男生约会 一次被张飞撞见 她立刻把头葬进男生怀里 但她依旧被张飞认出 为了隐瞒这件事 她还送了一把吉他买通张飞 之后被采访时 她笑着说正是这把吉他 开启了张飞的从艺之路 费真凌先是将费玉青引荐给鬼才刘家昌 没想到费玉青一开口 就征服了对方 费玉青就此便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后来 费真凌将张飞引荐给刘家昌 没成想却遭到了拒绝 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主持界一哥的张飞 还曾在节目里提及此事 抱怨她当初为什么连个机会都不给 但姐弟二人并没有因此泄气 后来费真凌觉得弟弟在主持方面很有天赋 便将她推荐给中世醉活主持人凤飞飞 让她在其身边历练 为了提高弟弟们的知名度 费真凌无论参加任何节目 她都会带上他们 不仅如此 她还跟中世签约六年 常驻丽人行这档音乐节目 可就算如此 张飞依旧是三个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那个 那时费玉京凭借首张专辑我心生爱描辩的小有名起 1984年 她又凭借孟陵荣获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奖 此时三姐弟里 只有张飞依旧默默无闻 因此三人参加节目时 还被人戏称为妖姬 小丑 圣人 因为长相被人称为小丑 但这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决心要闯出一番天的来 至此她利用空闲时间 参演了天生一对宝 报告典狱长等一些喜剧影片 此时已退圈经商的费真灵 依然十分关注弟弟的近况 发现大帝的浮躁后 就劝导她说 你出道才九年 没有大红大子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不能注重主持的发展 即便再给你九年 你依然火不起来 经过姐姐的劝导后 张飞就一门心思地发展起自己的主持事业 1993年 张飞和费玉清一同担任龙兄虎弟的主持人 该节目已经播出 立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两兄弟也因此名声大造 彼时张飞与吴宗宪 胡瓜 张小燕被誉为综艺界的三王以后 一跃成为台湾综艺界的大哥大 1995年 王力宏凭借首张专辑情敌被多分 正式踏入娱乐圈 在高层的安排下 王力宏也参加了这档节目 当时的她还是个19岁的青涩少年 参加节目时 她穿了一条牛仔裤以及白衬衫 怀里抱着吉他 看过她的资料后 张飞感叹道 小小年纪属实不易 各种才艺也是样样精通啊 可没想到 接着她又这样评价王力宏 表面思思文文 内心却非常狂野 虽然前妻并不是她的真爱 但是离婚后的二人关系依然很好 有情有义的她 不仅在前妻生日时给她发红包 甚至还买房赠与前妻 逢年过节也会邀请她一起聚会 张飞的母亲过世时 前妻和前岳父还一同来到台北 帮助料理后事 看上去仍是一家人的模样 别看平时张飞大大咧咧 但从旁人的态度上足以见其人品 离婚后 她的花边新闻也是从未见段 张飞曾追求过王行之 但这段感情并未开花结果 后来五月天的冠佑与王行之结婚 张飞还在两人大喜之日 包了两万红包的礼金 她的绯闻中传得最久的是朱星林 据说两人交往长达13年之久 两人年龄也足足相差了23岁 每每张飞录制节目时 都会看到朱星林在空闲时为其端茶道水的身影 但真正耐人寻味的 还是张飞 江慧和费玉清的感情 江慧在当时号称台语天后 在歌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经常做客兄弟俩主持的节目 每次她的出现都令收视率狂涨 三人在节目中是默契的搭档 私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节目中 兄弟俩经常上演争夺江慧的戏码 不同于弟弟的矜持 张飞十分豪爽 她曾在节目中当众跪地向江慧求婚 但被对方拒绝了 后来张飞还在节目中 要儿子帮其向江慧求婚 但均遭到了拒绝 原来江慧一直喜欢的是费玉清 甚至还在节目中多次对其表白 参加别的节目时 她也说过 费玉清能给人想要的安全感 很可靠 可惜 两人一直保持着恋人未满的关系 他们的绯闻传的也是沸沸扬扬 但两人却毫不在意 依旧我行我素 2019年 费玉清举办告别演唱会时 江慧怕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未出席 但却送了小歌号热气球 上面写着 别丢下我 带着我 你最忠实的粉丝 江慧 如今张飞已经70岁了 但三人之间的情感 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她也早已见惯了人情冷暖大风大了 也许我是一个偏灰色的人 感觉快乐并不需要架构 生活的笃定就好 这就是张飞的活法 虽然她的言行饱受争议 但她却活得非常洒脱快乐 而这正是源于她敢于活出真我 世界那么大 活法千万种 不是迎合大众才会真的成功 随着心意 做好自己便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